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涛 欢迎涛姐 今天有一个突击 就是用几张照片帮您回忆 去年兔年发生的一些事 首先第一张 您可以展示一下 哇 好美啊 哇 惊艳到我了 这是微博之夜当时的一张照片 你不觉得这张照片很像钟楚红吗 有一点就长风美女 我挺喜欢的 2023年我觉得还是很温暖的一年吧 因为2023年 其实我也没有去剧组拍戏 但是我和胡歌和陈龙 我们一起去做了一次不一样的尝试 真正的学习到了很多 可能是在我们这个行业 出击不到的一些知识 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路前行 说的是那个公益的综艺是吧 对 我其实它不是一个综艺 它其实就是一个纪录片 那这一趟下来有哪些到现在还印象深刻的事吗 哎呦 那太多了 我觉得它其实更多的是打开了很多就是 所有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的一个环保大门吧 就是其实环保没有离我们很远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做起 就是共同爱护家园嘛 爱护这个地球 我们能够为未来 能够为当下 能够为将来的孩子们做些什么 哎呀 那反差可太大了 因为在一路前行里 他们两个都是像成龙我们就说是当地人 就是他们两个都已经是黑不溜秋 瘦了巴基 然后胡子拉擦 就是所有的你们看到的这种繁花里的精致 可能在他们一路前行的时候 是一个两面特别大的反差 就我要再看繁花 我都觉得我再看老胡 我说你这个收拾收拾还行 还挺好看的 明白 因为涛姐去年一年也经常上热搜嘛 然后关键词就有像状态好 还有妈祖 不知道自己刷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如果说我状态好 我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演员要让自己状态好 它是一个基础嘛 有一个好的状态 它才能够去呈现更多好的角色 因为龙年张道也看到涛姐在微博上晒了3D美食 大家都说您是这个帮各地文旅局整活 自己为什么特别分享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年我除了央视春晚 也去了辽宁春晚 东方春晚 还有北京春晚 我觉得去到各地都能够感受各地的文化 各地的美食 其实大家当然了 就各地文旅局大家都挺卷的 也希望能够在春节的时候 有更多的游客来到自己的家乡 去了解家乡的一些文化和美食 所以我们去到当地 也希望能够先通过美食的方式 去宣传当地的一些特色 其实我过去也没有像今年这么努力地去各个地方春晚演出 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这样跑来跑去 还是有一些些紧凑和奔波 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你像辽宁春晚就客串了一下嘉宾主持 然后东方卫视的春晚就刚好又是和胡歌和成龙唱我们一路前行的歌 那么北京春晚呢 也是我们三个女孩 还有许世曼 还有张俊宁 我们等于是三弟的一个女孩子 有一种不一样的女人的亮相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节目都有它特别的一个含义吧 包括其实那个百花迎春的时候 我跟那个陈伟霆 我们一起唱那首歌 那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美的一首思乡的歌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过节了嘛 就热热闹闹的各种各样的节目 也希望能够有好的呈现给大家 怎么构思的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导演组的一个想法和设计 但是如果说能够选我们四个人代表四个朝代 我相信可能导演组也看到了 我们自身的一些 与那个朝代有一些相似之处吧 旱代可能是更有一种 一种沉稳端庄的感觉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造型设计 也是从猎女人制图 然后到一些东汉的壁画 去找的这个一些设计理念 去做的这个服饰 头饰 还有发行 这个所有的都是导演组和设计老师去做的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一种气质 能够比较吻合那个时代的一种呈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一种美 其实每一个时代 在我们去更加深入的了解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朝代 也是我们穿梭千年 我们去用这样在节目当中 去有一个好的呈现我们的一个历史 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他们说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节目呀 我说那还是有一个历史传承的一个 一个输出的一个文化类节目 那大家私底下彩排 或者这种像今天这样连排的时候 会不会马上就要进入到各自这种 古代美女的状态中 其实我们第一次那个排练的时候 我觉得那天我的状态是 是非常糟糕的 因为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到上海跟胡歌和成龙 我们在录我们一路前行的歌的时候 恰巧我病了 哇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互相戴着口罩 我跟他们说 我你们家都有孩子 千万不要被我传染啊 你们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 我就一直说啊 你们录完我再录就就一直这样 我很害怕因为我身体不好 把这个病菌传染给他们 然后呢等到我们再聚会再录的时候 哎我又发现我好了 胡歌病了 然后呢胡歌又来了一个说 哇塞你今天我不行啊 你们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我怕我传染给你们 后来他说 后来我问他 我说不是我上次传染给你的吧 他说不是 是李李传给我的 因为我们去这个繁华要去做宣传 我被他传染了 然后呢 我说那没事 因为我刚好我有抗体 结果我一回到北京 发现完蛋了 我又被他传染了 然后我就说 他说李李的那个病菌是很严重的 所以呢就刚好我带着这个病菌 又来到了这个春晚的这个彩排 我就看见刘诗诗 还有看见李青他们说 天哪不要再被我传染了 我说我这半个月已经来两回了 就然后那天的彩排 其实整个人就是也在发着烧 然后就状态非常非常糟糕 再加上那个屏幕很热嘛 那个蒸汽一热 哇 就是那个排练刚结束 就直接去医院去 就去那个治疗去了 所以后来那天我再碰到那个心之磊的时候 我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我说你的那个病菌是有多毒 我说我跟老胡也没有很亲近 我说居然 我说从你身上的病菌带给他 他呢又带给我 我说我真的很害怕 我再带给其他人 就是其实那段时间 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在 每天都在赶不同的地点 真的又想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 就这种交叉病菌感染 所以新年还是希望大家有健康的体魄 对 我觉得新年健康是第一位 一定要特别是回家过年 我觉得在路上 我觉得还是要戴好口罩 还原嘛 一定要是开开心心的吃顿年夜饭 那说着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第二张图片 对 展示一下 这是涛姐微博的一张照片 我在这个问题从来都不纠结 因为吃是一定要吃的 就是吃好了你才能练 如果你吃不好你白练 因为为什么要练呢 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身体的平衡 所以就是吃是为了更好的练 练也是为了更好的吃 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不能说光吃不练 或者说光练少吃 因为你要少吃的话 你体力也跟不上 你肌肉含量也到不了 然后你代谢也好 消耗也好 你都没有 你都不摄入 你哪来的代谢和消耗 所以其实我相信 任何的教练也好 任何的大夫也好 都会告诉你说 哎你要运动啊 但你要吃啊 选择性的吃很重要 但我一定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很爱美食的人 所以我才会那么努力的练 如果说不让我吃 只让我练 我可能也就不练了 放纵啊 我觉得过年就是放纵的时候 如果一年到头了 你还不让我放纵一把 这年过得有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过年就是用来放纵的 就是用来吃 用来玩 用来睡 除非有特别需要加班的时候 没办法 那也是为了我的人生 能有更加积极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能放个假的话 我最想做的就是放纵的吃 放纵的睡 放纵的我想干嘛干嘛 我觉得这才有就是 就是安慰自己的这一年 你知道吗 一年很累了嘛 你肯定到最后那几天 它就是一个安慰的日子 那今年这个龙年春节假期 已经有安排了吗 还没有想到要干嘛 就想着先好好让自己睡 睡两天吧 那平时如果特别累 特别疲惫的时候 也是通过睡眠来消减吗 平时特别累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没得睡的时候 如果你有得睡 你都不会觉得累了 所以我会觉得 我觉得工作 当强度比较大的时候 集中一个精力 它会是 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如果就是当 就比如说人家说 冲刺的时候 一定是最累的时候 冲刺完了 那可能你就会去 好好的休息 但如果说在中途 我的解压方式 比如说去泡个澡啊 或者说去美容院 躺着真的给自己的脸 做点 就是 麻沙剂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就是放松的话 就是去美容院 那么几个小时 如果可以的话 也能睡着 还能睡得挺香 起来的时候 还觉得美美的 还挺放松 再不行呢 就去那个叫什么 刮个沙 拔个罐 泡个脚 你总得有点 就是能够放松的时候 要不然肌肉也很疲惫 我会有一部电影 会上映吧 是和那个刘德华 和张子峰 我们一起的一部电影 叫做危机航线 应该 应该会在上半年吧 我想 这个角色 有哪些不同以往之处吗 这个角色 我是演张子峰的妈妈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 就是 终于和我的偶像合作了吧 我觉得就是 这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 其他的你要说剧透 我觉得应该是在 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吧 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像 他一样 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我都是在全力以赴的 做着我热爱的视野 我觉得这种激情 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只会越来越浓 我觉得这也是 当你和偶像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感触 我觉得对自己 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新的一年 我希望如果今年的一路前行 还有继续的 要去的地方的话 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伙伴 和我们一路前行 明白 好了 然后我们下面进入 有一种呱呱乐的环节 就是之前有嘉宾留下了一些任务 然后涛姐可以选一张 然后刮开来看看是什么 对可以给我们 唱歌送龙年祝福 应该是 纯纯善一纯留下来的任务 恭喜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